字幕by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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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见证 今天有一位弟兄 Jeff弟兄 上来为我们做见证 为何要做见证呢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一起去过巴西短寸 这个月是我们的宣教月 主题是爱,向地极出发 爱向地极出发 我们一起有十几天的生活 大家予此认识很深 心里面更有热情 这是我们的宣教 希望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要带一些信息回家 把爱一直带到外面 我们稍后讲到里面再讲 但是很真实的就是 杰弗大兄把他心中的一些说话 跟我们讲 怎样神帮助他 特别是这个月 我们开始 为到我们Triveli的新地方 有一个囚款的运动 我们看看 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呢? 或者杰弗的故事 和一些鼓励 把时间交给杰弗大兄 杰弗大兄姓什么? 杰弗大兄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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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給我很多的感想和回憶 因為我上一次在酒店聚會 是我們在Milpidus Cross Point 在Crown Plaza的聚會 十幾年前 我還記得當時也是這樣的情景 其實你們這裡舒服過我們很多 我們當時比較迫劫 我們在Crown Plaza聚會了一段時間 沒多久之後 牧師就有一次完成崇拜之後 他就叫了一個特別的聚會 找一群弟兄姊妹 就去了隔壁房間開了一個會議 當時我們也不知道大概說什麼 其實就是說我們要 會點要自己租一個堂子 就不再在酒店聚會了 當然租這個地方的時候 也要有裝修費 那牧師就跟我們分享這個 準備搬去我們要租的地方 以及要籌款 一筆籌一筆錢去做這個裝修的時候 我們大家圍著牧場 沒有椅子的 我們就圍著牧場 牧師就在中間說 其中牧師說完之後 他又問我們有什麼問題 我記得我舉手 我問牧師 牧師跟我們分享費用 我舉手問牧師 我問牧師 牧師很貴 值不值得 那牧師第一個回答我 第一個反應就是 他說 Jeff 就算我們要花一百萬 去裝修這個堂子 而可以把一個靈魂救回的時候 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那麼 我跟我太太商量之後 我們捐些錢出來 給教會去做這個裝修 我第一個 我們第一個的測試 神給我們第一個測試 那接著呢 我們搬去了一個地方 哇 環境很好 裝修好了 聚會 看到人數的增加 這個神給我們的祝福 那幾年之後 教會那裡又說要去買地方 那麼我們在教會 我跟我太太在教會 也有幾年的時間 好幾年的時間 我們一起出系 跟六十幾的弟兄姊妹一起去做這個 開荒牛 可以說 那幾年之後 因為我跟太太要搬屋 我們就要去另外一間教會 快要去找另一間教會 那牧師又說 我們現在準備買 現在的堂子 那樣 那麼 我跟我太太又說 我們也快要走了 我們放一筆進去 這個已經 可以說 不是屬於我們的家 那麼我怎麼做呢 那麼 那麼 當時我也是 剛剛被淘汰的 就 都很大的 struggle 在這裡 我們是否 就是 去奉獻出來 去幫助教會 去買這個地方呢 那麼 當時 我記得很清楚 就是 我在做一個零收的時候 看到馬拉幾書 三章十節 他是這樣說的 既成不是好 所以我要 抄 抄讀 馬拉幾書三章十節 這樣說 萬鈞之烈耶和華說 你們要將當立的十份之一 全然送入倉庫 使我家有良 以此事事我 是否為你們 躺開天上的窗戶 傾福與你們 甚至無處可用 那麼我看到這段 經文的時候 我知道 我和太太一定要奉獻 因為神已經告訴我 那麼我們又 加上又失業了 好了 就拿我們 正如的一半出來奉獻 這樣 我們達出了 信心的第二步 那麼 好了 我們就奉獻了之後 我們就搬屋 接著就去了另一間教會 啊 誰知道神真的很幽默 我們去到哪裏呢 那間教會就要 買地方 或者建堂 或者裝修 這樣 去到那間新的教會 他們就說 我們要建堂 地就賣好了 不是很多錢 但是我們要建堂 這樣 就是在這裏 在地裏 建一個堂紙 這樣 哇神啊 你真是很幽默啊 又 就是我剛剛才在會點奉獻完 一筆來到這裡 你又叫我拿錢 是不是我信心不夠呢 第一次奉獻給會點的時候 是信心不夠 所以你又要再試一試我呢 這樣 但是 我和太太又再商量之後 又再祈禱之後 我們也是又有決定 又再將 剩下的一半 剩下的一筆 再奉獻一半出來 那麼 我們在教會 就留了幾年之後 我們又搬回來 那我又回到Course Point 很有機會 那Course Point 當然就說 哎 有三谷又要 哈哈 又要買糖 買這個糖紙 又要籌備這個 裝修廢老 這樣 我想這次之後呢 我想我和太太 都不會再搬到教會了 哈哈 不過呢 這個過程裡面呢 其實 其實 不單止我們 我和太太都藉著討告 其實我都看到 就是神 一直這樣去 試我的信心 而我就 有回應 但是我只覺得 回想就是 信心還是不夠 但是無論如何都好 神呢 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給了我們 我和我家裡 很多的 很多的恩典 就是認識我的 弟兄姊妹都知道 其實我和太太都 都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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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甚至乎到一個地步 我就是 再多一個一個月的 mortgage payment 我們就沒有錢了 到現在這個 這個情況呢 其實 看回頭的時候 神 他的 promise 就是 他大大傾福給我 給我和太太 所以呢 我覺得 今次 我當然要祈禱了 我和太太 但是也是有掙扎在這裡 無論是 奉獻了多少次 而神也是 給了 多少倍的 給我和太太的時候 今次 又再 即是 為了三谷建堂的事 而去捐奉的時候 還是有一個很大的掙扎在這裡 但是 我相信 藉著祈禱 就要神的應許 也都是看到 匯點 每一次我們奉獻 匯點的成長的時候 每一次的人數的增加 是很大的鼓勵 也都是見證到 讓我和太太見證到 神的 promise 是很實在的 謝謝你們 給我和你們分享我的見證 這堂挺好的 比我弄得我高了 感謝神 我們先讀一段的經文 好嗎 在約翰福音第四章 34至38節 我不知道今天有沒有 弄出來 有啊 34節 我們一齊開聲讀 神的話語 耶穌說 我的食物 就是遵行猜我 者的旨意 造成他的功 你們豈不說 到修葛的時候 還有四個月嗎 我告訴你們 舉目向田觀看 莊架已經熟了 可以修葛了 修葛的人得功架 積蓄五谷度永生 叫殺總的和修葛的 一同快樂 俗語說 哪人殺總 者人修葛 者話可見是真的 我差你們去修你們 所沒有勞苦的 別人勞苦 你們享受他們 所勞苦的 我想問問大家 這段經文 你讀的時候 你有什麼感覺呢 耶穌當時是開心 不開心 是不是很快樂呢 有時候我們讀經文 我們很注意 在理性的角度去分析 但是我們從感性的角度去看一看 聖經裡面 有時候很難把感覺寫出來 譬如音樂就容易把感覺寫出來 表達出來 但是聖經裡面 它有些字眼特別是說的 中間是說的 有快樂的 興奮的 是不是 好 一同快樂 第三十 六字叫 要殺了我收割的 一同快樂 它說有勞苦 但是這個勞苦 是享受他們所勞苦的 這段經文的背景 是說到 耶穌和薩瑪利亞婦人 談到之後 將這個罪人 帶到神的角裡 然後這個門託 買了午餐回來 就和耶穌見面 耶穌就說 我的食物 就是遵行猜我來者的旨意 作成他的功 那門託就問你吃了東西沒有 耶穌就說 我的食物 我的滿足 好像吃東西一樣 耶穌就說到一個喜樂 你知不知道吃東西是喜樂的 你們現在喜不喜樂 想到一會兒去喝茶 可能會喜樂 吃東西是喜樂的 所以當你不開心的時候 你不會吃東西的 吃東西是一種喜樂的意思 所以球傳幫助我們明白 我們猜傳 將福音帶到地極去 這叫一個喜樂 喜樂的信息 很開心的信息 所以我們叫做福音 福音 為什麼叫全福音 就是正事 一些好的喜訊告訴你 你有沒有聽過福音 有沒有收過福音 如果突然間你的 Mortgage Company 寫一封信給你 有人幫你Pay所有 Mortgage 你以為在這裡住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喜訊 是不是 很開心 有沒有這樣的事發生過 還沒有 會有的 但我們知道 人生裡面都有很多喜訊 為什麼叫福音 福音原來是一個愛的喜訊 我們知道很多人信主 他們的信心 我們說信耶穌 信耶穌 什麼叫信耶穌 有沒有解釋到 什麼叫信耶穌 你信耶穌沒有 有些人說我信了 那他其實呢 是不是真的信了 魔鬼都信耶穌 你知不知道 信耶穌存在 那這個人說我信了 我信耶穌存在 我信了是秦始皇存在 他相信一件事實 信耶穌是什麼呢 信耶穌簡單來說 是信耶穌愛我們 我們接受耶穌這份愛 然後我們去回應神的愛 這個叫信耶穌 所以信是一個基礎 這個基礎引導我們去愛 我們今天說到愛 向地極出發 第一個問題就是 你信耶穌沒有 怎麼知道你信耶穌沒有呢 我們是不是心裡 是真的愛耶穌呢 真的愛神呢 這個是一個最基要的 最基本的問題 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的話 我們說外面的事情 都是 只有說自己 我們知道北美洲的教會 就是很喜歡說教會增長大會 就是昨天我們也在會點裡說 教會增長大會 不過 教會增長大會 你只是說表面的事情 銀燈怎麼弄得好一點 音響好一點 那些完全是廢話 鋪的人怎麼好一點 沒有用的 問題就是 我們根本是不是愛神 我們根本是不是愛主呢 我們的愛有多少呢 今天我們要回想這個問題 愛有多少 如果我們沒有愛的話 我們哪有動力呢 Mathirm 28 章 大家都很會背 所以你們要去寫萬民作我的門徒 奉苦之聖靈的名給他們施陣 然後凡我所教訓的 都要教訓他們遵守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都無聊 我們做牧師當然會背 你也會背 哪個人來到教會裡面 特別是你信了主代 你感受不到要傳福音嗎 但傳福音很多時候 我們只是一個責任感 什麼叫責任感呢 責任感就是說 你被迫去做一些事情 如果你不愛你的妻子 你不愛你的丈夫 你回家煮飯給他吃 是責任感 被迫的 嘩,這個人又要我三上一湯 白飯任莊 怎麼搞這麼多事情 你覺得Burn out 很容易Burn out 當你照顧十文仔的時候 嘩 我堂堂拿一個PhD degree 現在要回家照顧仔 跟他換片 我很激氣 這個是責任感 如果我們今天傳福音 是責任感 我們就糟了 今天不是一個責任 是一個愛的推動出去 我們求主幫助我們 什麼叫做愛 所以我們想來想去 如果我們人沒有神的愛 我們不接受神的愛 我們就真的不斷了 就是糟了 糟了 糟了 是很糟的 所以我第一點想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今天想了很多事情 想跟大家說 不過牧師千萬不要長氣 不然等一下你們都沒有東西吃 是吧 第一就是說到 若果我們不愛主 哪有悔改遵行真道的勇氣 耶穌出來傳道的時候 說了一句說話 天國近了 你們應當 怎樣 悔改 悔改 天國是一個什麼國呢 天國是一個神的愛 被愛 來統治自己的國 一個愛的角度 如果我們明白什麼是天國的時候 天國不是外面加下來 不是硬要我們做一些事情 我們去到一個國家裡面 很多的 律法 是不是 你一定要遵行那個國家的律法 所以現在我們在香港 為什麼這麼激氣呢 那些人 你看 因為他們不喜歡大陸的政權 嘛 沒有了自由 嘛 自由為了什麼 為了去愛 但是天國呢 是用我們的自由 去愛神 天國的律法是什麼 想問一下大家 總結來說 如果你今天進入天國 天國 那有人在門口 天國律法是什麼呢 耶穌說的 最大的界明是什麼 盡心盡盡盡意 盡力 愛主你的神 接著就要愛人如己 這兩條律法 根本是一條律法 是愛的律法 天國是一個愛的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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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律法呢 我們要悔改 什麼叫悔改呢 原來悔改就是 我們以為以前 我們作奸犯科 現在才會悔改 不是啊 耶穌不是在說那件事 是說到我們的心 要悔改 第一 我們以前是愛什麼呢 我們愛自己 生命的中心是什麼 是自己 現在要怎樣 我信耶穌之後就說 主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 我們這樣祈禱的 就是說呢 現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神就是我們心中的主 主耶穌是我們生命當中的主 所以這個是生命主權的改變 悔改是什麼呢 重善 只是愛自己 現在我們怎樣 我們將所有東西 為了耶穌而活 愛神的 這個是一個 心裡面的一個轉化 所以如果你沒有這份愛 你轉化不了 接著我們講到什麼呢 是一個 愛心的轉移 以前我們愛什麼呢 我們喜歡犯罪的 為什麼人喜歡犯罪呢 因為你喜歡犯罪 為什麼人會犯罪呢 因為你喜歡犯罪 對不對 但是現在呢 你愛心轉移 我現在喜愛 是神的律法 詩篇第一篇說 凡為喜愛而我話律法 就夜思想 者人便為有福 就是喜愛神在你心中的意念 他如何去改變你 這個愛的轉變 如果你沒有這個轉變 沒有辦法 只有神的愛 可以改變我們 然後講到生命價值當中的轉變 我們稍後再講到 我們如何去感受到神的愛呢 我想問大家 你如何去感受到神的愛 除非我們感受到神的愛 我們才會改變 一個人信耶穌呢 完全不是說理性 不是理性明白的 很多事情我們不明白 有些人說 Pindersen的宇宙如何來的 創造 講到一大堆的理論 講來講來講來 我們真的不明白 是不是 最簡單呢 1加1為何等於2呢 以前我女兒問我 小時候 答不出來了 她還問一個問題 她說2為何要跟著1 3為何要跟著2 4為何要跟著3 她說 why this order 答不出來了 理性上我們答不出來了 理性上我們很多事情不明白 但是呢 我們一定要感受到神的愛 怎樣知道呢 神愛我們呢 有一個關鍵 有一個關鍵 這個關鍵就是 我們知道自己的罪人 有時候說 你真是信耶穌很霸道 要承認自己的罪人 罪人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靠我自己不行的 我自己裏面 我做的事情 我知道不好 但是我偏偏去做的 我好像一個人 我喜歡罪我 我明明知道那些罪不好 但是我偏偏喜歡罪 偏偏喜歡那些事情 在你那時刻裏面 你為了那個罪 覺得不行了 主啊你幫我吧 你看到有一個女人 跟耶穌洗腳 那個不是馬利亞 是一個罪人 她到耶穌的面前 用頭髮為耶穌擦腳 那些人就說 耶穌問耶穌為甚麼是這樣的 耶穌的答案就是 她是一個罪人 她知道自己的罪 因為她的赦免 她得到的赦免大 所以她愛神 為甚麼呢 教會裡面的弟兄姊妹 不愛神呢 其中一個原因呢 我們看不到自己 是不行的 我們拿著很多東西 我們以為可以 我們拿著一些宗教的儀式 我們拿著一些東西 以為這樣就可以得到神的喜悅 那些東西不行的 那些東西是 使得神傷心的 因為我們始終不承認自己的罪人 愛呢 最基本的一件事就是 要接受神的赦免 神的赦免 神赦免我們的罪 有沒有想過呢 你和我都是一個罪人 普羅說 在罪人當中是一個罪灰 當然說到這個意念上的罪 我們生命當中有很多很多的罪 這些罪呢 使得我們不懂得去 纏繞著我們 我們很辛苦 但是直到我們感受到 神的愛的時候 我們就願意悔改跟從神 從今之後 愛回神 我說這種的心態轉變 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我昨晚在這裏跟我太太聊天 我說究竟 怎樣才可以改變到一個人呢 我說除非他感受到神的愛 有一個朋友 他很喜歡吃煙 他上去煮之後 繼續吃煙 另一個朋友 他不想吃煙 吸毒 靜靜地吸毒 沿著太太不知道 家裡沒有人知道 有一天 兩個人 同樣的事情 兩個人都被女兒發覺 咦 爸爸 你躲起來吃煙嗎 爸爸你原來在那裡吸毒 他說就在那一刻 這個人就願意悔改 因為他不想傷他女兒的心 他說這個愛的力量 他使他改變 我們生命當中就是這樣 當我們知道神這麼愛我們的時候 我們就願意悔改 接受神的愛 一個很大的改變 所以我們不愛主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去悔改 求主幫助我們 第一件事知道 我們愛 這個遵行真道的勇氣 這種勇氣 真我表現出來 這個勇氣 是因為神的愛 神很愛我們 願意赦免我們 神有沒有赦免我們的罪呢 有一個牧師說 好像 神沒有聽耶穌的祈禱 耶穌在十字架上說 他們所作的他們不知道 父下赦免他們 神有沒有赦免我們 神有赦免我們 不過 我們怎樣得到這個赦免呢 我們要接受這個赦免 接受神的恩典 你以往的罪 神願意赦免 你將來的罪 神願意赦免 你最不見得人的罪 神願意赦免 不過你要接受 你要接受這個赦免 接受神的愛 這個是信耶穌的開始 所以我盼望 我們當中的弟兄姐妹 我們的朋友 你信主要真 怎樣開始呢 就是接受主的赦免 然後你開始 一個新的生命的方向 這個方向就是 盡我們所有的 進入天國 盡我們所有的去愛主 我們的神 第二 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 如果我們不愛神的話 我們得不到 經歷到平安和喜樂 用行方第十六章三十三節 我或者是告訴你們 使你們知道 在我裏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們有患難 但你們放心 我已經盛了這世界 不如我們讀一次好不好 我想聽聽大家的聲音 一起讀一次 預備起 我答應這世 服送你們 使用事 你不在我裏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們有患難 但你們放心 我已盛了這世界 有行福有馬 十六章三十三節 你可以記住一些章字也好 十六章三十三節 可以幫助我們 我們人裏面 是追求一種的平安和喜樂 平安和喜樂 大家追不追求呢? 一定會想追求的 所以我們在過年的時候 就出入平安和揮春 我們人很想平平順順 無災無難 不過我們人 另一種情感就是恐懼 恐懼 有兩種很重要的情感 在深層裏面 我們心底裏面 最深的情感 我不是心理學家 不如我在思想的時候 人最深的情感是什麼呢? 最深的情感就是愛 恐懼是哪裡呢? 恐懼就是你沒有愛的時候 你就有恐懼 所以呢 在這個世界上 所有的邪教 異端 偶像 全部是基於人的恐懼 現在 三文社叫祈福黨 是嗎? 就是騙人的錢 基於恐懼 你快有災有難 不如我幫你吧 騎一肚吧 你把你的錢給我 那就騙了錢 基於恐懼 人的迷信是基於恐懼 這個恐懼呢 可以解釋就是 當我們沒有愛的時候 沒有真愛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神愛我們的時候 我們恐懼 恐懼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很大的動力 我記得我小兒子很懂得說話 他說爸爸你快點結 做好身體 我說為什麼? 他說不是你天堂叉腰 就是叉著腰 我說為什麼要叉腰? 因為如果你死了媽媽 改嫁 你就會很激氣了 說這個說笑 所以你快點 恐懼嘛 那就快點運動吧 其實 不要亂吃東西 這些是恐懼的力量 其實呢 在心底裡我們知道 神愛我們 喜樂 平安是secondary的emotion 你記得嗎? secondary 如果你沒有愛的話 你不會有平安和喜樂 沒有愛的話 如果你的嬸嬸仔 突然間 晚上很怕黑 是不是? 哭醒 你去見他怎麼見他呢? 別光強壯膽 是不是? 做大丈夫 不用哭 你不會說這些話 你哭不是 第一句說 父母很愛你 不用怕 我在這裡 我跟你在一起 我很愛你 那就搞定了 我們知道神愛我們就是這樣 這句說話就說得很清楚了 在世你們有苦難的 有沒有苦難? 有的 有的苦難是我們自己拿來的 有的苦難是無端端來的 有的苦難是人家做壞事 把你弄成苦難 是不是? 你被人打劫 為什麼? 不是你錯的 是那個人貪心的 你有沒有被人打劫過? 有啊 我也被人打劫過 到末月的時候被人打劫 我幫你講過 不要緊 有平安 那個人打劫外人 我說不要玩 他不是說玩是真的 我們知道 原來我們有愛的時候 就有一種的勝利 就算飛機跌下去 那一刻 一樣可以讚美主 有平安 有喜樂 如果我們沒有愛的話 沒有神的愛的話 我們怎麼會有平安和喜樂呢? 那問題就是我們今天 愛不愛主呢? 如果我們今天 生命裏面不是愛神的時候 我們沒有平安和喜樂 所以怎麼得到這個平安和喜樂呢? 聖靈的果子 人愛喜樂和平 第一個是愛 第一個是愛 當我們愛神的時候 我們就有喜樂和平 跟著我們 如果你沒有愛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愛的時候 你沒有平安和喜樂 在你的心底當中 第三件事 如果我們不愛神的話 我們哪有容量呢? 去饒恕那些得罪我們的人呢? 第十四節 這個《馬勒芬》第六章十四節 是跟著主土文之後的一段經文 主土文呢 耶穌教我們講完之後 我們在天上的父 大家都會背 再強調這兩點 這件事就是 饒恕 你們饒恕人的過範 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範 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範 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範 我覺得有兩種人很難相處 第一就是那些牙策的人 即是很牙策 一都認得厲害的人 所以我們廣東話叫做非洲和尚 黑人憎 是不是? 有沒有聽過這些故事嗎? 為什麼我們 人家不喜歡我們呢? 都是沙塵牙策 有一天我跟我太太聊天的時候 咦?他說 你也有些沉氣在那裡 我以為自己很謙卑 你以為自己很謙卑也是牙策的 第二樣的人 我們很難相處就是很小器的人 什麼叫小器呢? 就是不可以饒恕人的過範 別人做了什麼都得罪你的 你就是很小器 很小器的人很難相處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踩破他的尾巴 不知道什麼時候他會不開心 我們心裡有一個容量 去饒恕別人的過範 因為耶穌基督饒恕我們很多的過範 其實我昨天想一想 我每天做很多的事 都要求主饒恕 做很多foolish的決定 這些決定是神不喜歡的 你過後反省的時候 神不喜歡我這樣做 但我做了 神是饒恕我們 我們說起那個浪子回家的時候 他怎麼說呢? 他說我得罪了天 亦都得罪了你 我想問大家 這個浪子得罪的爸爸是什麼呢? 家產聚婚而已 爸爸心甘情願給他出去 花天酒地 他最傷爸爸的心是什麼呢? 他爸爸原諒他 他最傷的爸爸 就是他和爸爸離開 分離 但現在他回頭 他想親近他的爸爸 這是一個回轉 我們傷我們的天父 其實很簡單 主要我們不祈禱 你知道嗎? 我們不祈禱傷神的心 你不跟我聊天 如果你太太永遠都不跟你聊天 很傷心 是不是? 我們知道那些做太太 和丈夫吵架冷戰 不出聲十天 很辛苦 dead silence 那些叫做什麼 cruity 我不懂得說 冷暴力 冷暴力 我記得 現在中國大陸很喜歡 冷暴力 冰凍的 我們得罪我們的主 很多很多 所以我們應該怎樣? 去搖延其他人 我們的神 每天都搖延我們的過法 我們為什麼不可以搖延其他人呢? 問題就是我們有沒有愛神 如果我們有愛神的時候 我們就有這種的容量 各位弟兄姐妹 我們要時尚求主 加大我們的容量 愛心的容量 去搖延別人的過法 如果我們想教會有愛 需要很大的容量 如果我們想家庭有愛 需要很大的容量 彼此夫妻 很多的討論 需要很大的容量 去包容對方 愛是什麼? 凡事包容 所以我們要愛神 第三、第四 如果我們沒有愛神的話 我們證明不了 神在世人 愛世人的能力 我們今天要做一個見證 見證什麼呢? 見證什麼呢? 就是神愛世人 我們傳福音 一個福音就是 神愛世人 這個神愛世人 是被世人 從我們的身上看到的 正如我所說的 教會裡面 要被人看到 我們是彼此相愛的 我們要感受到相愛 這個愛不是做出來的 是真的相愛 當弟兄姊妹有困難的時候 彼此的幫助 是真的相愛 當有人有軟弱的時候 怎麼樣? 彼此幫助 我們要珍惜這一份的愛 珍惜在教會當中的愛 三谷匯點 在這個地方 最大的吸引力 不是牧師的講道 不是唱思想得很好 最大的吸引力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彼此之間信徒 能夠證明到我們真是愛神 我們要走出來 要走出來 我覺得今天呢 就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 牧師廣道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你知不知道 你們不是廣道 聽道 聽道也很大挑戰 聽道比廣道難的 因為聽道很容易合眼睡 不過講到有些人 講到自己都會合眼睡 最大的挑戰是什麼呢? 牧師最大的挑戰就是 行道 我講完一篇道 為什麼他會走出來呢? 我自己有沒有走過呢? 我聽過一些很 全方很有力的講道的人 牧師 為什麼他這麼有力呢? 因為他經過、走過 他走他自己的篇道 正如我上個禮拜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三谷 我只是講了兩句 我們在祈禱的時候 結束我們在會員大會祈禱的時候 我聽了一個講到很感動 就是這個陳牧師 Francis Chan 他真的去走出來 真的去走出來 走出來 將他的奉獻 他說他不是十分之一奉獻 而是十分之九奉獻 他賺到的錢 走出來 你知道嗎? 有一個傳道人叫施報真 在英國很出名 他講的第一篇道 培令會第一天說 要賺錢 很多人喜歡賺回去 信耶穌有錢賺很開心 第二天他講 存錢 那些人很開心 第三 他講奉獻 全所有奉獻 後來他離開世界的時候 人們發覺他 真的沒有為自己留一分錢 完全奉獻了 這個是我們要學的 為何神用他呢? 因為他是行道的人 我們今天教會如何 能夠將神的愛走出來 所以我們去短川 我也跟第一位姐妹說 我們不是去說什麼 我們是將神的愛 帶到去給對方 我記得有一次短川的時候 有一位姐妹扭手 他不想去說 因為他跟那位姐妹 有些argument 不關我們上一次 好幾次前的事 所以不用怕 我就幫這位姐妹說 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人家不是要聽我們什麼講座 人家不是要聽我們 如何偉大 在美國來 不是 人家在我們身上看到 我們是傷害 這個是我們短川的力量 教會的力量是要給彼此的傷害 所以弟兄姐妹呢 我們想大家做到很簡單的事 我們要努力彼此認識 第一項要先認識 然後關心一下對方是怎樣 這種的關懷 這種的愛 是一個開始 然後我們也要為對方祈禱 當別人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願意去幫助他們 這個是一個愛的行動 我們出去全方是把愛 帶給那些有需要的人 我們願意去把主的愛 是會不會走出來的 在我結束的時候 第五點是我的結束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 因我們想一人記體 眾人死了 眾人就都死了 然後哥林多前書 十三章十三節很容易記 你們喜不喜歡十三這個字 可能有些迷信 其實這個真的挺好的 十三十三 是甚麼 現今常存的 有信 有望 有愛 其中最大的 是愛 我想和第一項姊妹 去講到我們人生裏面 所能夠傳下來影響的 是我們愛心的行動 我們可以做很多偉大的事 但那些事未必存留得到 唯有愛神的事 真正愛神的事 才可以傳留得到 所以我們不要追求外面的一些成功 外面一些的成就 或者世上的名利 我們所追求的是甚麼呢 是有一個長遠的價值 一個愛的影響 不知道呢 當我們大家 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 別人對我們的評語是怎樣呢 你想別人對你甚麼評語呢 可能大家沒想過 你要為那個評語 去真正地活出來 我們是不是一個愛主的人 如果別人對我們的評語 是一個愛主的人 很好 我們生命裏面 人們所追求的 是別人的評語 別人稱讚我們 但是真正愛主的人 是神的稱讚 主耶穌對我們將來的稱讚 這是一個很真的事實 如果大家沒想到 這個時候 我們在一起思想一下 究竟我們的生命是怎樣呢 所以信望愛 這個望是影響的意思 是讓別人有盼望 激勵別人的愛心 如果我們不愛主 我們不能永遠有價值的意義的事 去產生 我們生命當中所做的事 都是一下子就過去了 沒有了 所以我想在結束的時候 用一個甜品的名字 大家記得 你有沒有吃過心太軟 不過我今天改一個名字 叫做真心軟 真是信耶穌有多真 是不是真的信主呢 你只是信他存在 你當他像菩薩那樣拜 我說呢 我們教會當中 就是在基督教的圈子裡面 很多人是拜基督教的 拜菩薩的 他沒有愛耶穌的 不是信主的 真有多真 我們問問自己 我信主有多真 心呢 是我這個心有多深 有多深 就是在我內心的世界裡面 最底層的一個 motivation 是什麼呢 是愛啊 還是fear 我們是不是愛主呢 是不是真的愛呢 我們問這個問題 如果我真的愛神的時候 為什麼我會 burn out 我真的愛神的時候 為什麼我會做這些事情 這麼難過呢 所以保羅說有些人 全方是為了 疾度紛爭 有沒有聽過 真的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很多人在教會的熱心 不等於愛主 你可能很熱心 以忽所教會 聖靈責備他們是什麼 你把起初的愛心 丟棄了 以忽所教會很熱心的 所以我們不要把熱心 變成等於愛心 我們的熱心 不等於我們真是愛神 這個世界上很多人 對公益 善事 我告訴你 詞祭比我們基督教熱心很多 真的 很多外面未信主的人 就算那些恐怖分子 ISIS 比我們熱心很多 但是有沒有愛呢 我們要問 不要用熱心 代替愛心 我們愛主的心 有多深呢 深層裏面 我們要時常反省一下 我今天做這件事 為了什麼動機呢 我們講到奉獻 為了什麼動機呢 看見教會這麼窮 幫幫他吧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不是 有些人侍奉 現在也不行了 我都要出馬了 好像孔明出來一樣 那些牧師每個人都搞不好 嘩 像出山一樣 他深層不是愛神 是表現自己 第三 這個軟 不單是說到軟方 是影響到我們有多長遠 你有沒有想過 你今天所做的事 影響到你下一代 下一代再下一代 希伯萊斯說 那些人雖然死了 但是仍在說話 這些信心的偉人 很深遠的影響 很深遠的影響 我們留下一個深遠的影響 必須像馬利亞一樣 將他最好的奉獻給主 獻上珍拿達香膏 雖然一個很簡單的舉動 但一個愛的舉動 很深遠的影響 我們的生命 能夠影響別人去愛主 這是我們所追求的事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 這個甜品大家記住 真什麼? 真心軟 不過那些寫法不一樣 還要大家記得 我們大家去反省 我們一起低頭祈禱 主要幫助我們能夠明白你的話語 幫助我們的心 真是被主的愛 去激勵 我們今天到主的面前 再一次敬拜你 當我們在反省的時候 主要讓我們的心 是真正的愛主 我們深層最深的深處 是為了愛神的緣故 讓我們這個影響的遠處 的地方 將來的世代 都是因為我們今天很簡單 一個盡心愛主的行動 而這些人受到影響 主要幫助我們 與我們同在 祈禱奉耶穌命靠 阿門 好,我們請一首 為應師有馬 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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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